大家好 我是湛 向您分享台中市大渡区黄西书院 Go 来看看 黄西书院是大渡区至今由纯最古老的建筑 已为四定古迹保存 新建于清光绪年间 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 无论建材造型施工技术上均十分精巧 尤其以专攻雕琢之精美文明 堪称是清岭末期文教建筑的杰出作品 黄西书院从清岭时代创建开始 便是大渡地区的精神象征和文化堡垒 早年著名的祖先们在此入学启蒙 科举时代曾出过多位秀才 之后历代沉船 学风鼎盛 许多有志之士都出自于黄西书院 日治时期大渡国小的前身大渡公学校 成立之初便以黄西书院为校舍 从此黄西书院更成为屈民心中永远的母校 在当地只要提起黄西书院可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迟到今日大渡区依然闻风兴盛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拥有校长之乡的美名 全台出身大渡区的校长竟然高达有五十几位呢 有注意到吗 这门是关着的 大致除了文昌帝君的诞城 重要的节日等才会打开哟 黄西书院坐北朝南略偏东 是一座七开间两镜两户龙 带四垂亭的四合院寺书院建筑 中门前有形象生动的青斗士一队 雕工精细 中央三开间为三门 山川殿较地面抬高四街 近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异象装置 大渡西瓜粗状圆 因为大渡区的特产是金兰西瓜 所以很有趣 燕尾峭吉屋顶 由此左右层层降落 使七开间正面斩步均匀 这个建筑很特别 砖椅砖之间堆叠成弯弧形 这个完全要靠师傅高超的手艺 因为形状与建环相似 故叫建环门 工老师做成的原仲三圆教 原仲三圆就是香室、惠室、殿室均德第一名 这是以前人读书的地方上学堂 柱厅堂的柚拨砖墙上 柱压砖墙上 各开一口砖砖的建环门 形式精美 完全要靠师傅高超的手艺来製作 正殿为三开间的讲堂 中央供奉着文昌帝君 拜殿为八柱歇山屋顶的建筑 助力于身高的方形月台上 黄西书院的砖墙堪称精美 砖器的技巧高超 象征平安的平门就是一粒 令人赞叹 三门屋顶有忍冬卷草 简年飞凤仙人 而木雕的雕刻技法熟练线条流畅 黄西书院是传统闽南市河院建筑 为介于民宅与孔庙之间的平面结构 堪称台湾专攻最考究的建筑 在台湾建筑史上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